大家好,大家好,你们看到题了,今天就是要说一下法国的大发明,我们日常当中有很多围着我们的东西呢,围着我们的工具呢,就是法国人发明的,可以跟我说几个吗?可能会跟我说,Louis Vuitton,Chanel,Hermes,Louis Vuitton,Chanel,Hermes,这个是品牌,而不是发明,OK,在这个视频呢,你们会学到很多很多东西,所以呢,记得按赞,记得按赞,按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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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都忘记说这句,一会儿要留意, 留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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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按赞,不留言,别人就不知道我的存在,别人就看不到我的视频,是不是遗憾,遗憾,遗憾,来我们开始,我们先从17世纪开始,为什么那么晚呢,因为,因为我们之前并没有真正的发明过一些,对欧洲,对全世界,没有,我们是17世纪开始动脑子的,法国人就是17世纪, 尤其是1642年,那么1642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法国人都知道的,有很多发明家的名字,别人不认识的,但是Blaise Pascal,法国人也认识,所以你们可以学一学,Blaise Pascal,他发明了第一台计算机,法语呢,叫, la machine a calculate,现在的计算机叫,但是以前就是第一台计算机呢,叫la machine,是一个计算的机器,叫,那么Blaise Pascal就是世界上交通工具的,第一个创造者,就是他,他想出来了这个,这个东西, 他在巴黎呢,就安排了马车,呃,要这些马车走同一条路线,呃,这样可以载人,可以运送人,啊,这么的一个,一个过程,以前有法郎的时候呢,他在我们的,呃,最,最大的这个,呃,纸币,呃,大钞的,五百大钞,Blaise Pascal,我们以前五百,五百法郎叫, Blaise Pascal,你们记得这个名字,17世纪的最后一个发明呢,啊,当然也有其他的,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最有用的嘛,最有用的应该是香槟吧,啊,1668年,哈哈,我看你们的脸,啊,那我说了, Louis,呃, le champagne d'on pérignon,1668年,你们可以记得这个,好记得数字。 好,现在到18世纪,18世纪很不一样,因为法国,呃,不只是法国,其实是全欧洲,真正的开始进入这个启蒙世纪,全欧洲,呃,当然法国的,的一些哲学家,呃,他们团体的开始这个,呃,呃,这个,这个知识啊,教育啊,呃,个人主义啊,呃,自由主义啊,等等,所以,呃,欧洲,呃,法国,呃,呃,的人,呃,开始,就开始,开始,开始想了,开始思考了,开始, 开始发明东西,发明一些真的不可思议的东西,第一个发明呢,就是甩一下你们,呃,雨伞,等一下啊,是能折的雨伞啊,呃,1705年呢,有个人叫Jean Marius,他发明了能折叠的雨伞啊,呃,虽然是中国人发,雨伞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能折叠的雨伞呢,是法国人发明的,哈哈哈,18世纪的第一个大发明呢,很多人不知道呢,就是第一台汽车是德国人发明的,但是第一台车是法国人发明的,1770年呢, 呃,是第一台,呃,有一个叫这个,就是Nicolas Joseph Kuno,他发明了第一台蒸汽车,啊这幅画是什么呢,就是这个Nicolas Joseph Kuno发明的蒸汽车,的全世界的第一次车祸,呃,这个,他们杀不了车,所以,所以直接撞墙了,哈哈哈,1782年,我们发明了热气球,热气球,Montgolfier,呃, 呃,他们是兄弟,他们就发明了这个热气球,1783年,有Louis Sébastien Lenormand,Louis Sébastien Lenormand,他发明了降落伞,降落伞,你们看到,呃,法国人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想要飞,啊,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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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纪的最后两个发明呢,分别有绿水呢,和铅笔,绿水呢,是1775年,然后铅笔呢,是1795年, 这个人呢,叫Jacques Conté,到现在还是一个铅笔的牌子 好了,到19世纪了,这个时候的发明呢,真的非常非常多,而且呢,我只是选出来几个,啊,有很多很多其他,我根本都看不明白,但是19世纪的发明多的,我必须得分类,第一组呢,就是比较大的,比较重要的,的发明,第一个呢,就是1822年,有一个人叫Marc Seguin,Marc Seguin,他发明了选索桥, Le Pont Suspendu à Gable,这个是1822年的时候,创造的,发明的,第二和第三个发明呢,这个是,没有了这些发明,就不能拍照,不能看电影,1825年,1825年呢,有Niseford Niepce,Niseford Niepce,他发明了照片,我帮你们找到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就是,就是这张, 然后我也帮你们找到了第一张,拍到人的照片,我先给你们看一下,能找到吗,我一开始看,找不到啊,你们要是找不到很正常啊,那个人在这,这个就是世界上,第一次拍到人的照片, Niseford Niepce,1825年,1894年,Les Frères Lumière,Une Lumière就是光的意思,他们叫光兄弟,他们发明了电影,Le Cinéma 第二组呢,我其实不知道把它放在哪里,这个是盲纹, 盲纹是法文发明的,盲纹的法语呢,叫Le Braille,Le Braille,用手摸一些小点,这样,他们可以看书啊,念书之类的,发明家他叫Louis Braille,所以呢,法语呢,就叫Le Braille,第三组呢,就是交通,那么在交通内呢,有三个大发明,第一个就是自行车,第二个就是摩托车,第三个就是变速箱,自行车说的是用脚踏的,有脚踏的自行车,这个呢,是, 1861年,Piermichaud发明的,摩托车呢,是1871年,他叫Louis Guillaume Perrault,汽车出炉的时候呢,Louis Renault,你们可能认识这个雷诺这个牌子,那么就是他发明了这个变速箱,好了,现在这小组呢,是有关医学,也有三个发明,第一个呢,就是听诊器,是1816年,René Lanek,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呢,多有法国人都认识呢,是Louis Bester,他发明了灭菌和矿泉疫苗,灭菌和矿泉疫苗呢,是他发明的,Louis Bester,如果狗咬你,你们不变成疯子,就是要借他,好了,现在到19世纪的最后一组发明,其实没有什么类的,机器啊,一些家电啊,先从缝纫机开始,这个缝纫机的故事比较丰富复杂, 因为英国人啊,德国人,荷兰人,什么什么人,都在互相打看一下,谁发明了这个机器,我找了很久,我可以告诉你,缝纫机,La machine a good, c'est français,发明家是Barthélemy Dimonier,其他国家的,就像汽车一样,汽车,汽车不是法国人发明的,但是车子是,然后其他人带来了一些贡献,这些东西真的要搞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干洗,干洗呢,这个挺有趣的, 他是1855年的时候呢,Jean-Baptiste de Chely,他在做一些科学的体验啊,经验,那个水呢,他倒错了,其实他想要把一个东西弄脏,倒上去的时候呢,就变干净了,哦,变干净了,所以他就开始,呃,开了很多这个洗电了,干洗电,就发大财,呃,是不是挺有意思,充电器,充电器,充电器,他是1859年,Gaston Planté,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呃,我们发明了无烟火药,呃,我们发明了无烟火药,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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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vay,呃,1884年,La Poubelle,La Poubelle,是一个他在巴黎的,跟市长有关的一个人物,巴黎太脏,他就是受不了了,呃,这个人叫Eugène Poubelle,就跟Louis Braille那个盲文一样啊,会拿人家的姓名当,当词语啊, ,ah,Une Poubelle,一个垃圾桶就是来自他,啊,啊,xion zhao,xion zhao,1889年,啊,Eugène Hermine Gadelle,他发明了,xion zhao, le suizang黄,吹风机,有不同吹风机,有这样的,这样的,然后有我们今天认识的,这个,这个,就这个,有,有像一个枪的,形状的,都是同一个人发明的,Alexandre Ferdinand, Gotefoy,这个19世纪就这样,我们现在要进入20世纪。 20世纪,二十世纪,好疑问是最疯狂的时代 第一类就是交通,交通你们要交通工具 我们发明了机车1902年, La Société Autoforteur 不是摩托车,是一个你们看,是一个小型 是第一台机车,V8的发动机 Le Motor V8,这个是1904年,Clément Adair Clément Adair是一个很大的发明家 他对这个汽车的行业发明了很多很多东西 水上飞机是我们发明的 其实飞机也是我们发明的 但是我们不能完完全全的宣布 因为如果你们上网查的话 这个我顺便说一下 我上网查这么多资料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到一个网站说这些 一个网站说一个相反 很难可以找到一个真正的 比如说一个日期啊 或者是一个找到哪一个谁是发明家 1917年雷诺就发明了这个回转炮台坦克 对打仗非常有利 ABS,Labs,Fanbos,制动系统 这个是1927年发明的 Gabriel Voisin,跟邻居无关 小型摩托车,La Mobilette是1949年 Éric Jolme,Éric Jolme inventa La Mobilette 然后1981年就是法国的一个大发明之一 就是高速火车,高速火车,Le TGV 这个并没有真正的一个发明家 是一个公司叫La Societe Alstom 2011年发明了这个Flyboard 就是可以飞版,是一个飞版 接下来的四个发明我觉得是最不可惜的 原子弹,打火机,智能卡,网络 我先从原子弹开始 是1939年名字是Fédéric Jolme Curie 它是三个发明家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而且他是法国人 所以第二个第三个,第二个好像是一个德国人 第三个我忘了哪个国家 但是毕竟在这个发明里面有一个法国人 这个发明可以算是一个法国发明 第二就是打火机 我们就是平时现在用的打火机 气体打火机 发明家是Henri Benzou 那么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故事 他生了一个女儿 他生了一个女儿 然后这个女儿呢 跟我们以前的法国总统François Mitterrand 有了一个交往 然后他们也生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呢 François Mitterrand从来没有认过他 是不是很伤很悲剧的一个故事 第三就是智能卡 智能卡是Rolant Moreno 1974年银行卡的所有黄色的这个 这个叫智能卡 La Garte Puisse La Garte Puisse 第四呢就是Le Miniter Le Miniter 这个法国人比较熟 是一个小型电脑 有键盘有屏幕呢 当时可以用它来聊天啊 去查东西啊 查新闻啊 玩游戏啊之类的 这是一个法国 法国国内的一个网络 好我们看一下下一组 这组呢是两个服装发明 1926年发明了Le Polo 这个马球衬衫 马球衫 和Bikini 1946年 Le Polo 它其实是René Lagoste René Lagoste 它以前是个网球球员 他赢了几个机场比赛之后呢 他把自己的名字变成一个牌子 这个牌子 就是我们今天认识的鱼牌 Lagoste 是他设计的 Le Polo 就是Lagoste 就是René Lagoste 它也是一个品牌 Le Bikini 你们看 这个几张照片 Louis Réard 他很高兴 在他的模特旁边 可以合个张照 这个就到这里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组 这个医疗 破伤风疫苗 内脏移植 和Limuniscor 一会儿我告诉你是什么 这个三个发明呢 是分别在1924年 1924年呢 Gaston Ramon 发明了这个破伤风疫苗 2013年 Alan Charpentier 第一次这个心脏移植呢 是他做的 比较大的创造 2016年呢 有一个人呢 叫Jérôme Gallon 他发明了Limuniscor 他的意思呢 就是来测试你有没有癌症 是可以提前知道你有没有癌症 或者你会不会得到癌症的这么一个系统 那就是很多发明 那么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 可能我在拍法国的马屁 这是第一我是法国人 第二呢 我也知道不只是法国人发明的东西 也有英国人啊 德国人啊 荷兰人啊 中国人啊 日本人啊 俄罗斯人啊 美国人啊 都有很多 大的发明 但是你们下次吹头发 点个烟用打火机 点个烟 什么什么东西在垃圾里面 去银行 不 骑个机车 去银行取钱 然后去沙滩 就穿个Bikini 有一个Polo 然后然后拍张照片 记得想我 想一下法国人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喜欢 喜欢就按赞 记得留言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 阿比较杜里吧